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认识的力量可以用政治与军事力量作为代表吧 这是一种统治 控制 征服 支配 以及强制的力量 他的动机基本上是自私的 只关心他自己的目的和他自己的好处 而不是那些被征服者的好处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是森林中的力量 也就是说捕食猎物的猛兽的力量 就好像狮子老虎豹子那样的 在圣经当中 有关末世的时候所兴起的政治强权 是先知预言的 都是以好像狮子啦 熊啊 豹啊等等野兽来作为代表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呀 象征了这个世界所明白与努力争取的力量 而这种势力会在末世的事件开展的时候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另一方面呢 在圣经最后的一本书 也就是启示录当中 神的旨意展开了得胜的一个结果 耶稣在书中被描写成为宇宙的主宰 他的名号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但是当启示者约翰真的看见主的时候 他看见的却不是狮子 而是羔羊 是看起来像被杀过的羔羊 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和第六节说到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哪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以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解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似活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苦天下去的 就是在整个宇宙的中心 在权柄与荣耀的集中点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约翰七万看见的是狮子 但却看见是被屠杀过的羔羊 这可以简单而清楚的说明了 世界与神对立力量 不同的一个看法 世界看为狮子 为强壮 一种有力量的野兽 这是力量的表现 但是神却把它看为 被杀的羔羊 成为另一种能力的代表 羔羊有七角七眼 圣经说这就是神的七灵 在圣经当中 脚是代表能力的 眼这是代表智慧 而这些与羔羊一样 都是做象征意义的 代表了属灵的境界 是跟这个世界所认识的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境界 这是金氏看为软弱的力量 是做愚拙的智慧 但是请我们要记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二十五节那儿所说的话 他说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你看呢 这种从神而来的力量 只能从一个途径去取得 我已经在前几次节目当中 给你提到过了 那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途径 在十字架上发生了神圣赐下的一个替换 耶稣本来是无罪的 祂是神的儿子 背负了我们作为罪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的罪在 我们的罪孽 是祂为我们背负了 而在这个交换的另外一方面 我们却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为我们带死了 使我们可以得到祂的生命 祂成为罪身了 使我们得称为义 祂成了咒诅 使我们得到祝福 祂受了鞭伤 使我们得到医治了 整个替换是多方面的 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就是因为耶稣 因着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成为了软弱与愚拙 使我们因而在替换当中 得到了神的能力和智慧 透过十字架 神将祂的能力 跟我们做了一个交换 替代 替代了我们的软弱 以祂的智慧 来代替了我们的愚拙 这些都是我们 尽心在十字架前 等候仰望而能够得到的 在以色亚书的四十章 记载了一篇美丽的经文 表明了世界与神的力量的分别 并且我们可以自己有限的自然力量 来换取神那无限的能力 在以色亚书的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圣经这么说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夺 疲乏的 他赐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在这里我们看见自然力量 与神的力量的一个鲜明的对比了 自然力量是由少年人与强壮来代表的 但是他们的力量却是不足够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这就教训我们人的力量是不足够的 但有另外一个选择呀 就是等候耶和华 就会重新得力 原文西伯来文的字面意思就是 我们会交换力量啊 那这就是圣经的本来的意思了 我们已经来到自己力量的尽头了 我们要以自己的软弱的力量 来与神做一个交换 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苦苦的挣扎了 神的力量已经足够我们使用的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留意 神的力量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虽然奔跑 却不会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这里有三副力量的图画 第一是 整翅高飞着老鹰 向高空直飞呀 超越所有的雀鸟 这个情景是非常惊人和感人的 第二是紧张的动作 我们奔跑 但是却不困倦 但是我们要紧紧的记住 我们行走也不会感觉到疲乏呀 你有没有想过哪一种是比较困难呢 是高飞奔跑还是行走呢 我认为最困难的是行走 你同不同意呀 行走代表每天枯燥乏味的存在 是非常平凡单调的 当我们怀疑一切是不是有价值的时候 我们只要等候神 在十字架脚下仰望 我们就会得到高飞奔跑行走的力量了 在结束今天的分享的时候 我愿意向你读出保罗自己的见证 看看他怎么样在软弱当中刚强的 保罗接受了神奇妙的启示 而这个启示就成为了后世历代的所有基督徒的祝福啊 但是保罗自然也是付出了他个人的代价的 那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保罗是这么说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凝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是不是看起来很矛盾呢 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当我们来到自己力量的尽头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才智 聪明 才干的尽头了 我们再没有任何的答案了 我被压到快要跌倒了 甚至是已经跌倒了 神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候向我显明了 神是何等的恩赐和怜悯 对待保罗啊 神没有为他挪开压力 因为神知道压力 可以促使保罗去接受神超然能力和力量的地步 那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秘诀 在基督徒人生当中 我们总会来到自己力量的尽头 是不是啊 感觉到自己 哎呀 无能为力了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要转向神 就正像先知以色亚所说的 借着十字架 与等候神 超自然的大能与智慧 会向我们显现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就以软弱 凝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你知道你的软弱 就是神 他能力得以彰显的时候吗 那 借着耶稣的十字架 神的能力 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欢迎来信 跟我谈谈 你的信仰生活 好不好 好 最后 我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是免费送你的 为政府祷告 欢迎来信索取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